不是每一次出行和探访的地方 都是在计划之中的 有时的巧遇很给人惊喜和意外 位于成都天府新区三星镇的河山村 就是让我这次探访停下来的一个地方 不是别的 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和今天的天气 实在太让我陶醉了 不得不停下来 每每是这样 我都会拍下来分享给朋友们 黄泥土的香味和清新让我澄清 山岗上的斑斑点点 让我联想到了 这里是否就是一副油画呢 上午的农村 人们大都出去干活了 所以很安静 小鸟的叫声 是这个时间段的主流 整个村子的路上 只有我一个行人 我都感觉有一些另类 满田的蔬菜 让我忘记了城市中还有菜市 充满色彩的黄土地 是来年丰收的希望 连绵山脉 轮廓线很清晰 山与山之间又带有透明感 这是谁笔下的杰作呢 每走一段总有不一样的清香 唯一让我劳心的是 脚上沾满了厚厚的泥土 鞋子都快扒掉了 没有微波的湖面 倒影 难辨真假 浅秋和平坝之上 还有这么漂亮 充满童话的小别墅 放眼脚下 一下子又将我们带回到了 朴实原始的田园当中 一阵风把我惊醒 不由自主地望向远方 花花的流水声让河山村格外的安静 以前的小青瓦房已经变成了小洋楼 原始、朴素、真实的景 慢慢地映入眼中 天空的美 让我的镜头长时间地停留了下来 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 也有情怀 房屋前的小水塘 让我联想到了童年 只是少了一些细水的场景 风中的竹叶声 让记忆一点一点地更清晰 纯粹的乡村美 就这么的直白 那一大片色彩丰富的小别墅 成了山洋里面的习经典 一定不会放过 一会儿我们进入其中 充当一次最美的过客 就这样静静地看 老海中跳出无数的思绪 有时在不经意间 也会穿越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 总有一些亲切 记忆清晰的画面 看着村民们的别墅区 再回望一次旁边的浅秋 心情多了几分激动 自然而然的脚步就朝向了漂亮的别墅区 初次看到这样的画面 让我很惊讶 我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总想看个究竟 但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 这样的环境让我多了几分认知 村民的热情也让我多问了几句 这里总共有这样的别墅 有三百多栋 居住了三百多户人家 每家一栋 屋前屋后也有小菜园 如果是李白杜甫穿越到现在 会不会又会迎失一手呢 大家对于我的到来很陌生 我也只有加快脚步 匆匆地做一次过客 今天我在这里的一次停留 或许也会引来 你以后在这里的一次停留 换来的不只是这里的村庄美 还有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